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是 额梅香的特产 东方美人茶 小茶师熟练的摆弄茶席 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的醒茶 最后奉上一杯最佳温度 70度的好茶 额梅国中因为学生外流逐年减班 但在四年前开始结合茶香特色 推动茶席教学 制茶体验等活化教学方案 已经成功吸引多名外地学生 跨区就读 你在泡茶的时候 那个氛围就会让你会变得很有修养 就比较不会怎么刮造 一般的国中他只会教你要考试读书 不然就直接教你去补习班读 然后这里的老师他会 就是会有耐性地教你 课堂会让你实际操作 我们学校有很多有趣的课程 要不要来我们学校看看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额梅国中 师生们自制真人真事改编的微电影 赖在耳中 以时下最流行的通讯软体 主动初级介绍学校特色 包含小茶笼小茶师 环抱小蜜蜂等桥段 用微电影的方式行销 让各界重新关注偏乡学校 我想我们最想要传达的就是说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的精心杰作 只要用对方法 每个孩子都会发光发亮 我们也是非常鼓励学校 来做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呈现 目前我们现在在推广学校里面 不管是实验教育或是特色课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我相信学校这么努力的一个 在课程上面的一个创新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效果 新政府推动偏乡教育 结合当地特色 以及发展创新课程 俄眉国中制作为电影 呈现校内特色 不但成功地行销俄眉国中 也带起了俄眉在地产业 东方美人茶